时尚的黑白灰和南洋风情的度假氛围 能够并存在同一个住家里吗 今天邱炫达设计师要用精彩的建材搭配 来表现出时尚中的休闲感 休闲中的时尚感 屋主喜欢特别的设计元素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 怎么样挑选最合适的材质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这个房子属于大屏处单层单户 又属于这个比较狭窗型的房子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重点 会组合于开放空间的狭窗型怎么去处理 再一个就是跟屋外这些绿意 怎么去做连结 屋主是一个有绝对音感的一个人 他只要听过旋律 他都可以把它很顺畅的弹出来 所以弹钢琴对他来讲 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品味 是一个放松 是一个抒压 所以我把钢琴 成为这个公共区域的一个中心主軸 我希望在空间纯粹一点 所以我把它定制成一个白色钢琴 那我们所有的色系 空间的配色 都会围绕着白色钢琴 做一个搭配 做一个平衡 一进来就感觉到非常现代 跟非常时尚的氛围感 我最喜欢进来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大型的落地窗 而且进来之后觉得格局 非常的辽阔 今天这个空间 是一个比较狭窗型的空间 尤其在客厅跟餐厅还有钢琴中间 怎么让它做一个连结 是我们这次设计的一个重点 然后这个空间里面 屋主其实蛮喜欢有点户外 有点采光的感觉 我们现在看到落地窗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做过调整的 让它尽量让它采光能够更多 从更大的面 我们可以跟大压互动 我把它假设是一个场景 屋主在坦刚琴的时候 跟朋友聚会喝红酒 所以在这前一期下午就把 我们的餐厨区变大 尤其是厨房的部分 是 厨房的部分其实本来是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加了一个中档 是 而且让整个清食区的感觉 可以更干净 更时尚 更时尚 没错没错 其实这边还有一些 就是当初夜主喜欢酒吧的感觉 我们用了RGB灯光 我们塑造一个类似这个 夜店 酒吧 夜店或者是当初吧的这种概念 它在钢琴 喝红酒 开个一个氛围灯 是 所以我是非常一个享受的一件事情 刚凯文提到了 我们的房子是狭长型的 而且宽幅其实比较窄 所以在一进门的这个玄关区的 大气度 你怎么来营造呢 其实它这个 蛮特别的空间 因为它属于 单纯当户 但是我进来的时候我发现 这个空间 它是一个很狭长型的空间 所以我又不希望它 一进来就是一个 开放的一个公领域 或者只是看到客厅 所以我在这个情形下 我希望把它设定一个内寻馆 是 尤其当初其实我希望 屋子进来 就是有个像饭店的感觉 它经过一个回廊 一个端倾 往左到我们公领域 右引导它到市领域 就是它的房间的部分 是 然后我在玻璃的前面 这个回波前面 我放了这个展示柜点键 其实就是要让屋子一进来 它可以感受到 它有一点像Lobby的感觉 它可能会有点端倾 然后有一点造型 收藏品 艺术品 跟它使用性的一些收纳 我觉得这回波很巧妙 而且一路延伸整个电视墙 就在两个回波的正中间 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 用电视墙Kevin来把它营造出 一个走廊的走道空间 是 没错 其实当初在设定长廊 我尽量让空间能够纯粹一点 不可或缺有一些材质 是可能饭店会看到的 比如说木皮 冷烤漆 可能有些地砖 这些东西看得到 但是我想做一个特别的东西 也许在一般饭店屋主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用意大利的手工涂料 来依照手作感 调整到我们想要的这种氛围 我觉得这样可以达到 无主要的设计感 又可以达到我们要的质感 再加上这个旋关的地方 我们用了一个光带 然后在电视墙下方 我又用了一个铁键 作为它框体 我里面也放了间接照明 有点带领它回家的一种 从往舒适的路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墙面做的 真的非常地巧妙 翻过来它其实就是一个 完整的电视墙了 没错 在这个电视墙里面 我们尽量以灰色为主筹 但是我们的灰是属于 有层次的灰 比如说手作涂料的灰 我们搭配了这个 矮檯面 人造石的灰 我希望它呈现一种单纯 但它必须有层次 炒不到这个空间里面 我觉得一整片糊掉 看不到电视墙 对 然后看不到台面 也不能太冲突 我觉得它们是一个 很和解存在在这个位置 是 电视墙面跟整个客厅 走的是比较现代感 比较干净俐落的 但是我们的鸡柜 设计师把鸡柜放在哪个地方了 其实电视墙就是要干净 要纯粹 因此鸡柜我就把它藏在 入口就是左手边 有一个照影收纳柜 它其实本来是一个凹槽 那我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把这个梁柱中间的距离 去把它收掉 因此有这个柜子 我们其实一进来 从玄关这边 整个都是灰色调的主墙 那Kevin 关于居家的这个温润度 你怎么样来做营造 其实在一个非常现代的空间里面 我觉得什么达到温度 这是我们在追求的 对 没错 这样才住得长久 是 所以我缩造一个端井墙 运用了大量的木屁作为它的主体 然后我用这个黑色的铁键 作为它的框 而且重点是 我让这个造型接了15度 哦 对耶 它是有角度的 不是死板板平面的哦 而且还有透光 整个层次度就好有哦 是 我希望在这个端井墙 不是一般的端井墙 在弹钢琴的时候 它声音有一点回答 其实是有一点这种 音符的那种原理 让它声音在这个端井墙 不会那么直接的做整事 而且重点是说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认为是一个灯光的一个 補作效果 对 那我们在客历灯光不用太强了 然后可以比较柔和的一个感觉 然后又不会说 一直希望有点设计感的东西 其实这个端井墙 仔细一看 感觉很像音乐的键盘耶 很多事情就是 我们用钢琴做主手 其他地方就会很巧妙的 然后跟钢琴的部分 产生一个连结 那有别于我们这个 端井墙的这个温润的感觉 其实来到了餐搜空间 它走的是一种非常时尚 有点像是夜店酒吧的感觉 我们过去那里看看咯 好的 现在来到就是刚刚提到 屋主非常喜欢 有酒吧氛围感的地方 听说这个墙大有来头 其实屋主他喜欢一个酒吧的感觉 那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我跟我们社医团队 也沟通了很久 他们觉得不适合 他太没有气质太跳动 那我认为是说 其实不管是怎样的感觉 只要你营造的得体 配合得好 我觉得反而可以创造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这边墙的部分 就是它可以要放很多酒 那很多酒它必须有一些灯光 所以我在这个背墙的部分 我就让它可以放了RGB灯 它可以换色 甚至说你可能想嗨一点就可以有 颜色的变化 闪烁灯光 对 所以我们统统它为董思强 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状况 对 然后除了这样的一个酒的成练 我们也希望它可以现代一点 对 它可以放电视 可以用这种运动法的这个概念 对 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 是 NBA这种感觉 是这个概念 然后我希望它可以有质感 所以我用了一些镜面 它也可以存在有一些收纳镜面的柜体 Kevin刚刚有提到 因为屋主有时候朋友来聚会 所以你特别把这个厨房的空间 放得更大的 我希望在这个空间 它可以有个聚会的功能 也许 八台上可以喝喝巧酒 跟朋友聚会聊天 装导材质 我希望它的表面是耐木耐刮的 所以用这个石英石作为它的表面 除了台面之后 我一个柜体 柜体有着装的部分 它必须有大量的收纳 对 所以不只在后排柜 前排柜我还放了收纳空间 是 因为一个家人 送家人还是 我希望它可以保持干净 没错 不管它是怎么大 收纳空间 我希望能多就多 但是必须在不影响到整个设计的前项下 去存在 这才有意义 我好喜欢进到这个厨房的这个空间 连墙面上面用的是大理石吗 感觉好大气哦 是的 其实当初我希望它有一点奢华 是 那我又不希望它太奢华 类这种银骨的 它非常干净 又不会让你太沉重 但是我们搞掉厨房油烟或食用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用意大利瓷砖取代大理石 它甚至有时候表现的质感会比真的食材还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就是说只要表现得出来不一定要真的食材 怎么样让它使用耐用 在这个空间里面我觉得也非常聪明 换成瓷砖好聪明哦 我另外觉得在厨房很巧妙的是 这边的天花板是黑色的耶 它跟其他的天花板好像不太一样 其实这个是我当初在塑造一个区域的概念 融黑是作为这个区域的一个界定 那同时它可以让另外一个空间感觉的更开阔 它其实是一个绿叶啦 而且黑色天花板其实感觉是更深邃 它有一种往上延伸的感觉 所以空间感很好 对 是 就像已经说它是黑洞 没错 它是黑洞 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其实我们在公领域的空间 走的是一种非常现代非常时尚 但是在私领域的部分啊 南屋主希望营造的是巴厘岛的风格 这两个风格放在一起感觉还蛮有冲突感的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 屋主从事旅游业 他喜欢一些与众不同的设计感 屋主喜欢主卧有点南洋风 有点度假的感觉 我们怎么把时尚大气 跟南洋度假把它做融合 是我们这一次在设计上 所遇到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从外面走进来 感觉是满满的巴厘岛风格 而且你会觉得 从进来的这个廊道慢慢慢慢 Kevin就在做这个的铺陈 对 没错 其实这边墙我们用了食材薄片 作为它的寸底 它同时拥有食材的质感 然后会有一些比较粗犷的表现 而且在施工上 不会像带石那样 它需要比较非工费石 然后也浪费金钱 而且它又不用施厚度 非常具有一个端节效果 而且用一个比较质朴的精神 去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当我们走到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面端节墙 是 我觉得它可以带领我们到一个 更美好的一个地方 在施领域的地方 Kevin又把木皮的比例跟元素 加得更多了 没错 这个地方我们希望 可以回到一个更放松的状况 所以我运用了很多木皮 在这个空间里面 但是这条墙 它其实真的不是真的木皮 那宜青你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吗 我刚刚就觉得很好奇 因为它的木纹是非常漂亮横式的 可是它没有任何的接缝跟接点 是整面的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其实当初我们为了这个问题 我们本来是用木皮 甚至说我们用食材 是 去塑造它一个度假 南洋的 它这个颜色上会有一点彩度 那我们为了去克服这些节点的部分 我们用了意大利特殊塗料 涂料 对 没错 它可以依照我们设计的样式 去帮它塑形起来 所以其实这面墙如果是涂料的话 应该说刷起来它是独一无二的 对 因为手工的东西 不像机械那么冰冷 它都是有温度的 而且它也算是一个 空间里面的一个艺术品 这个概念 巴黎岛的元素一定会有四柱床 而且天花板一定有特殊的造型 这一次的天花板我觉得很特别耶 是 这一次我们跳脱以往的一个手法 或是我们用了一个新的思维 去审视这个空间 一个在这个空间里面虽然我们要展现造型 那其实重点还会到说 我们要表现一个高度 我们现在空间不要压迫 或是可以更上延伸的感觉 所以我们用一个集合 是 一个不规则的方式去塑造它的高度 它的材质又不太一样耶 我当初考量多说用木头作为它的材质 它有一定粘线的部分 你才需要去注意 对 或者说它比较有重处的问题 所以我用了这个一带一特殊塑料 同样把它做在天花板 因为我觉得它在塑形上更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按照我要的尺寸 我要的间距 或者我要的这个面杆 去做所有的设定 把我们的现代感跟南洋风的结合 做了一个平衡之处 我觉得在房间里面还有个地方非常有现代感 就是我们床头用的是金属的材质耶 没错 这次床头我希望有点奢华 跟南洋风格 是可以做一个结合的 所以在床头我用了金属板 作为它的这个背面加点灯光 让它产生了一种比较奢华 期待有休闲的感觉 然后一路延伸过来 在入口处我们用了横格栅 作为它的缓冲区 当我们穿越这个 我们的廊道的部分 它可以从格栅 就看到我们整个房间 我觉得它是有一点 朦胧的美感 表现在里面 我觉得巴厘岛另外一个很棒的元素 就是一定会有发呆亭的部分 那像我们卧室这边的这个卧榻 它就是一个迷你的发呆亭耶 对 没错 那我们当初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特性 来做我们空间的一些布置 所以一定可以在穿过布曼之后 在这个发呆亭 我们可以看看输入 对 就很慵懒的感觉 就放松 甚至说我们可以喝一杯咖啡 喝一杯红球 支撑美丽设计的架构 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实用机能 打开气派的长红玻璃门片 更衣室里的收纳也有优美的弧线 来符合空间中的休闲感 Kevin完美地利用建材表现 和线条与会 将现代时尚与南洋休闲 做出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精彩表现 这个设计案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新的突破 屋主队这次的设计的结果 达到他要的奢华品位 与南洋风格轻松的一个结合 他觉得非常满意 而且做得非常到位 他甚至说 他觉得这个钱没有百花 那我相信听到这个 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想欣赏更多邱炫达设计师的作品 举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